二十大是老天爷给他更大的机会 他不搞二十大就没有内部的这种私杀 不搞二十大就没有这种掠夺 不搞二十大他就不会在全世界更加的疯狂 不搞二十大就没有今天的利用核糖核酸 把北京和首都最大的收尾的城市 全部给你核糖核酸化 也就叫宵禁化 不过这个就不会给你搞共享财富 二十大谁是赢家 新中国联邦是唯一的赢家 连其他所有人都是输家 不会再有二十大 不会再有二十大了 你放心吧 七哥从十一大看到共产党看到今天 十一大1977年当时干啥 胡耀邦总书记 邓小平军委主席 然后华国锋宣布了两个凡事 凡事毛主席说的都是证据的 凡事毛主席定的 咱都要建筑执行和维护 那意思呢 我是公共的毛主席直办人呗 到了1978年 邓小平就说了 毛主席两个凡事 我们建筑到高级毛主席 但是他不适合所有的事情 那就是你回球弹 不是他说的都对的 否定了两个凡事 十一大 你再看看今天是二十大了 九大都过去了 那时候你们都在哪呢 你们四个都在哪呢 是不是 七哥都闯江湖了 是不是 我都已经扣墙上报纸去了 是不是 七哥不是老天爷派来的吗 就是老天爷派来的 从事要保证解决他二十大 保证在共党消灭他的二十大 放心吧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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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